预约海景低牌 捷运只要5分钟 双车为学区套房一次入手 嘿! What's up! 我是培尼探究金融大小事的万年助手 华生 现在在讨论的主题是理财的三个观念 我们要怎么理好自己的钱 才可以越赚越多 摆脱月光族的困扰 我们马上 共Reiki 华生 你知道一天省下一张卫生纸的钱 50年后可以买一台特殊吗? 50年后这么久 哪年 而且要我一天不用卫生纸不上厕所 我怎么活啊? 华生其实认为 开源比节流还要重要 因此会把拿到的薪水 一个月存下3000块 一年就可以多买两张ETF 透过ETF帮我赚更多钱 华生这边要特别提醒你 不要为了理财过度节省 而是你的生活没有品质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按赞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影片的最新通知 华生你可以教我们怎么下单买股票吗? 当然可以啦 华生自己用的是律山证券的下单APP 其实各个券商的界面都差不多 华生这边就手把手的来教你 你可以打开你的券商APP 登录账号密码之后 你就可以按委托下单 按进去之后有一个证券下单 我们这边以00878为例好了 点进去之后 查询之后要确认 股票代号跟名称都是正确的喔 接着有买进跟卖出的选项 记得千万不要要卖就按成了买 买进跟卖出颜色不一样好吗? 买是红色卖是绿色 在这边所谓的一单位啊 在台湾一张就是1000股 因此你要把现在价格乘上1000 画面中可以看到是17.88 那乘上1000就是现在要付出的钱 接着你只要按下单就可以成交啦 华生这边有特别告诉你一个小技巧 就是看五档报价 这边所谓的五档报价是指买方跟卖方愿意付的价格 如果你想要马上成交 那你可以用17.89进行下单 当然啦你也可以呃等一下那就按17.88 下单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在委托查询的地方 是不是有委托成功 你可以在委托查询的地方进行三单或者是改量的部分 当然啦如果真的成交之后就可以在库存损益 及时看到你现在是不是有赚钱咯 这样学会了吗? 现在银行利息这么低啊 我可以把钱拿去欧印股票吗? 当然是不行的啦 鸡蛋不要放在同个篮子里 投资股票投资ETF都非常的好 但是也要把一些钱放在银行里存老本 很多人啊在股票或者是ETF赚到钱就很开心 想说银行利息这么低 我随便股票都可以海捞一两千三四千的 但是啊发生这边要特别提醒你 你如果不具备相关的知识跟背景 很可能不是预约海景低牌 而是预约公元长椅低牌 发生这边要特别提醒你 投资股票跟投资ETF可以赚到钱 但终究是投资商品 它有一定的风险 而存在银行虽然有通膨 但其实还是相对安全并且保本的 还记得大学时期啊 华生总是在蹲坑的时候 会刷一则投资理财的文章 我都看理财周刊的哦 别小看这零碎的时间啊 当别人还在超商打宝可梦的时候 你已经预约海景低牌 捷运只要五分钟 双车为学区套房一次入手 现代人生活非常忙碌 华生也懂 可能你只有便便的十分钟可以学习 因此华生特别推荐你 透过网路上的一些免费的管道跟教学文章 其实可以快速的吸收一个具体的知识 华生这边就要偷偷业配一下啦 理财周刊的官网上面有很多 适合小白学习的理财文章 在上面啊 你大概只要花一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学到一个具体的知识 而如果你是有点经验的投资人啊 其实在上面也可以找到 市场的趋势跟洞见 还在等什么 还不赶快去看 现在还是免费的哦 欢迎跟我们分享 你在APP操作上有遇到哪些困难 困难 未来都有机会帮你解答 或者是做成一集的内容哦 我是华生 我们下集再见 Adiós